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轻轨车货事故频传,加上高11兆市路段增加,交通大队在6处路段加设违规照相设备,将于4月20日通电启用,6支设备全采用发射低功率微波射数敏锐度,精准度极高,警方强调增设目的在防止试货不在场前。 新增加的6支违规照相设备,包括成功2路与凯旋4路口,中山3路与凯旋4路口,新顺高架道路0,82K处,青山区齐甲路一段,圆潭桥前大社区雪府路94巷口前50公尺处,阿联区福安路与玉库路口,共计两支是取缔闯灯,四支取缔超速,前面两个路口是因应轻轨沿线, 事故所增设。交通大队指出因应轻轨沿线所设两支固定式取缔闯灯违规照相设备,属于非线圈的数位是雷达闯红灯照相设备,另四支取缔超速的照相测速杆, 属发射低功率微波射数,侦测范围内自动抓取违反交通号制车辆资讯,车辆易违规,立即启动雷达照相设备拍照。 大社区,七山区,阿联区各增设一直取缔超速照相感,就因三处路段照市率居高不下,被警方列为依照市路段,加强烈观改善。 三处路段中期山区,阿联区线速60公里,但大社区学府路段,应是一手大学通往市区主要道路,山区道路蜿蜒交通市过平船,速线仅40公里。 警方提醒驾驶人注意速度,以免不小心违规而荷包失血。